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约而同寄到我们节目当中 同时她还在南部的地方报里面成了一个头条的新闻 这个照片这样子看可能不会很可怕 但是我们这样子看的话 很多人就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再说明一下 这是一部车子前面一个小女孩在拍照 当时拍照的时候只有这个小女孩在 旁边多了一个女孩 我手不敢比 这你听你比 后来照片冲出来的时候发现多了一位 两位 驾驶座那边好像还有一位 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位 然后这个女生的脚好像没有拍到 我们先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这个照片大家看右边有一个小姐 好像挑空站起来脚没有着地 但是这张照片从我临邪的一种讯号来讲 这个小姐基本上她没有灵魂的讯号 最重要的是在车子这个角落里边 就是有灵魂的讯号 那也就是说照相的人在车子上 已经有灵魂的一种讯息存在 因此照到这张照片的人 就应该就有所谓的白斧心上升了 照到这张照片的人 很可能身体上会有疾病 同时也要注意车祸血光 至于说右边的小姐 应该她可能是有人开玩笑的时候 把她照起来的 那不是有灵魂的讯息 这个照片的主人 希望您一定要去捐血 要去做好事不然的话 因为有灵魂的讯息对您的话是不好的 这是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 那她从任何一个摄影学上的角度来说 她仿佛一切都是合理的 那在这边我提出几点跟各位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所看到是这位小姐的服装 那么她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早期 大概是一二十年前我们所谓阿哥哥时代的那种服饰 尤其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位小姐的脚往下延伸到完整的状态的话 那我们可以清楚地想象她是一条所谓的大喇叭裤 那么另外就是从现场的光线来说 这位小妹妹的颈部以及这位小姐的颈部的阴影来看 她们两个人似乎受到同样的光线的照明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她是在同一个现场同样的时间所拍摄到的 那么另外就是一般我们最常讲的 重复曝光暗房合成这种可能性 在这张照片上面她也不成立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小姐的手她伸到了车子里面 那么人跟车子的分界的边缘也非常的清晰 那么换句话讲暗房合成 重复曝光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 不盲目的崇拜科学是最科学的 因此非常希望拍到这张照片的观众朋友 能够提供您的底片给我们做更客观的判断 那么我想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才可以说她是或者不是一张灵异照片 这可能是两位专家第一次讲相反的意见 对啊 真的是蛮有趣的这个气象 这手是伸在车子里面 我们现在才看到 对啊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有引起误会的 对 或者说因为一些底片什么阴阴坐阳叉啊 这样出现这位女性在那边的话 这个当事者能够跟我们联络 对或者认识这位朋友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联络 那就这样好不好 不过还有一个 我觉得邱老师建议非常好 不管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捐血 用自己可能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现在营养也太多了 有些人的脸一天到晚都是红红的 对 你说 你说他吗 有没有捐血 还没捐过 不过 想捐 马上要去捐 有机会的话当然 不过助人的方式 做好吃的方式有很多种 对 可以捐骨髓 心里要有善心就是 您要不要先跟我说一个 故事 所以故事大概平常因为我出入的地方 都是比较阳光普照的地方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倒是没有 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的是 也是他切身的经验 所以经过我来转述 就是他有一次 他的朋友有一次新居落成 搬到一个刚刚完工的一个大厦 那他刚好他在那个大厦买的是八楼 然后他们要搬进去这个八楼住 搬进去八楼的时候 因为他六楼跟九楼都还没有人住 本月市还是空湖 是一个新的大厦刚刚落成 可是呢 这个朋友因为大家新居落成 就很多朋友 要去帮他热闹一下 庆祝一下 那就在那天呢 去他们家的客人里面有男客人 有女客人 这个女客人都碰到 所有的客人都碰到一个现象 就是他们进去电梯间的时候 就电梯间的角落就站了一个人在那边 然后全身都是脏兮兮的 像是一个水泥工人那样子 刚刚做完工没有去洗那样子 脏脏的脸上身上衣服都是水泥 那一般女孩子 女客人比较胆小的 她们就是 结果宁愿她们爬八楼上去 那男生就比较不管她 反正她们就都在八楼碰了面 那大家聊起来也都觉得很奇怪 然后那个主人呢 女主人她就觉得很好奇 自从那天她那个这些 去跟她道贺新居落成的这些朋友 走了以后呢 她就常常她也去注意一下 她常常到了晚上的时候 她的主卧房的上面 在同一个方位的地方 她常常听到有 人在上面舵步的声音 就是像走路在拖的声音 不是说没人住吗 对 是没人住啊 所以她就想鼓足了勇气 她想去看个究竟到底是怎么样 那她就从旁边的那个防火梯救生梯要上去 可是每次那个门一打开 她就有一股很奇怪的力量 让她爬不上那个楼梯 她试了好几次 每次一走到那个路口就 头温眼花的没办法上去 然后呢隔天她在楼下的时候 她突然看到她的邻居 有一些人在那边摆了一个神坛 在那边烧香拜佛 她就不晓得为什么 也不是初一十五的 也不是什么中原七月 为什么在那边拜 然后那个邻居就是 不是同一栋楼 就是住在旁边的 以前原来就有个告诉她说 你不知道那个这栋楼 那个时候还没有盖好的时候 有一个很年轻的水泥工人 因为她有一天 这个不小心 从九楼的地方掉了下来 那刚好她掉下来的位置 是刚好在人家那个施工的工地 或水泥的地方 所以事实上 她掉下来的当天并没有被发现 她是掉在一堆水泥里面 所以就是隔了一两天 大家在施工的时候 才从一堆水泥里面 捞出来 给捞出来 所以她全身都沾满了水泥 那这个主人听到了就很害怕 她就心里也很寒 然后她回到那个电机间 她想要上去 结果一进到那个电机间 她自己也看到了 就在角落 那个全身都是水泥的那个人 然后她就整个人撒住了 她被那个电梯的门夹了 因为电梯的门不是碰到你会开 然后再合再开 她就一个人撒在那边 大概撒了有一两分钟左右 她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她就赶快回过头去 去买了很多香 然后她就在自己房间的那个同一个 她常常听到那个声音的那个位置 对着阳台常常去烧香 烧了好几天 后来也就慢慢没有听到那个声音 然后再也没有人看到 不过不管从事什么行业 工作时候都要小心 不过听一些这些行业的朋友说 现在这些保安 就是保安全的措施做得越来越好 对 所以希望这样子的事情会减少到最低 对 苏老师 您告诉我 就是我有一个堂姑 那小时候因为比较顽皮 然后就妈妈可能小孩子也多 所以就她一顽皮就打她 甚至骂她 那有时候都会受伤 那长大以后行为本来是正常的 可是长大以后行为居然就有一点失常 那那时候据爸爸讲说 她小时候被打的时候 就是奶奶 我奶奶 她会去帮她擦药 然后煮东西给她吃 安抚她一下 对 因为觉得可怜 而且我奶奶心蛮软的 但是因为奶奶二十年前就过世了 可是这个姑姑很奇怪 她在奶奶过世差不多十二年以后 她突然失踪了 那一失踪就是 就都没有消息 后来就是她在 她失踪两三年以后 我们家就稍微有一点不平安 从妈妈身体就有一点不舒服 那爸爸也梦到她过世了 那后来那时候刚好 她妹妹要结婚了 我妹妹要结婚 那妈妈刚好症病得很严重 就有一个朋友 她是懂得风水地理的那个 也会排一点紫微斗书 她就到我们家来 顺便帮妹妹看看那个八字 看什么 然后她刚好就讲到妈妈的事 她就拿起那个罗盘 她就在那边看 她就走过来走过来走过去 她就说 你们这个好像神味的地方 有一点问题 结果她就说 我明天再拿一些仪器 我来看 再看清楚一点 后来她回去以后 她隔天她不敢到我们家里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她回家的时候 那个女的就跟她回去了 然后回去以后她先 她就把她押住 押住她说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你如果再管的话 我会继续缠着你 结果后来呢 那个张先生就不敢到家里去 就去我爸公司 然后就 就在讲 讲我爸爸 我爸爸心里是没有讲什么 可是他大约也知道 大概怎么一回事 那后来那个先生 他就去关鸡 就是 关鸡就是问神 一个鸡筒 然后他拿一个木头 木头是分岔的木头 鸡筒在写证的时候 旁边必须有清醒的人 帮他扶着这个木头 这套扶鸡 撒一些木屑 就是他在做上写字 写出一些答案 没写一个字在画 把那个屑 木屏再写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事情 关鸡 结果那个字出现的 最后一个字就是 堂姑的名字 他说就是这个人在 在作怪 然后 可是我们都不把他 当一回事 但是只有爸爸觉得说 是可信的 那 后来隔没几天换我了 他来找我 他 他一看到我 他就把我抓起来 他说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子 我说 我一看到他 我就赶快喊一声堂姑 因为那个脸是很清楚的 他就非常的神奇 他就说 为什么我小时候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找你的朋友来抓我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 只是刚好妹妹要结婚 妈妈身体又不好 就刚好他也顺便看一看 我说我没有 然后他 他很激动他就说 他说其实我已经没有地方去了 那只有你阿嬷最疼我 他说你们阿嬷最疼我 我没有去美丹 你去我是不会去美丹 倒 他说我实在没有地方去 我也不会给你们害了 那后来他就说 他就说我跟着你 是要拜托你一件事 跟你们爸爸说 叫你们爸爸去把我老外人说 叫他把我做一场法室 让我可以有一个行为 有一个地方去 这样我就不再来了 就是爸爸也出面了 然后跟他家里的人 然后也拿钱出来 就把这个法室做好了 做了 然后就家里就比较平静 他也没有再来找过我了 是需要一个地方 他刚刚说的这个 奶奶对他很好 他躲在奶奶的神位呢 对 所以那个看风水才说 你们这个神位有点问题 这样子 只是他没有地方住 其实不管是过往的人 或是我们应该给他一个 适度的一个场所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说起来真的也蛮可怜的 现在这样子法师做完以后 堂姑应该就安息了 对 安息了 他小孩子两个都已经结婚了 而且生活也过得不错 那在这里希望他下辈子 不要再受这个苦难 然后也在这边附议 各位为人父母者 不要把你一时的冲动 化成你的鞭挞 而让你的小孩子 造成一身 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 这是我讲这个故事 最主要的目的 谢谢 我感觉到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 讲这些故事 是很幸福的事情 我们还有能力去帮助 活着的人 或者说已经不在的人 实在是我们的福气 希望大家都不在乎